好 歡迎加入氣象時間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衛星雲圖 今天的環境風場是吹東風 天氣狀況還不錯 不過這個西半部地區的我們的朋友們 可能就會發現空氣品質真的是有夠糟 好 因為這個臭氧的現象加上光化的現象 好 現在這個西半部地區的空氣品質不太好 不過總體來說 6日1這三天都是還蠻晴朗的好天氣 把握機會可以出門來賞花 好 若宇就為大家整理了我們的台灣賞花地圖 好 這個地方是我們台北陽明山 大家都會到這個陽明山去賞花 不過注意了 陽明山其實是有交通管制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個上山的時間 另外是在台北的內湖碧山沿 好 這裡的櫻花也是開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如果明天你要出去玩 你想去賞花的話 口罩記得攜帶囉 因為人會非常的多 好 如果想往宜蘭走呢 這個地方也很漂亮 是他們的櫻花步道 在宜蘭這邊也是非常非常的盛名 這也是非常知名的賞花景點 如果往中不走呢 建議您可以去台中的武林農場 現在櫻花也是開得非常漂亮 好 台南烏山頭水庫的風景區 好 在高雄呢 這邊的寶山裡的櫻花公園 同樣櫻花都盛開了 如果您還有更多賞花的秘境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 接下來我們關心剛才講的空氣品質的部分了 好 今天呢 這個環境風場吹東風嘛 所以我們這個西半部地區呢 好 因為這個空氣的關係 整個污染物都在累積 所以呢 擴散不出去 所以導致我們的中部地區了 還有雲嘉南地區 這兩天 這個空氣品質是亮紅燈了 紅色警戒 紅色警戒代表的是 對所有族群都是不健康的等級 因此現在要防疫嘛 每個人都會去戴口罩出門 好 在這個空曠地區哦 其實口罩還是不要拿下來比較好 一方面為了防疫 二方面呢 其實空氣品質會讓過敏的朋友 或者是沒有過敏的朋友 可能都會覺得鼻子啦 喉嚨啦 眼睛啦 都乾乾癢癢的不太舒服 好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留意了 到了禮拜二這天 好 禮拜二這天的空氣品質 還包括了高頻地區了 所以請我們的中南部的 我們的好朋友 中天的好朋友們 好 這幾天真的真的要特別注意了 不過大家可能想問說 像這樣子 春暖花開的 天氣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最後的與你聊天氣 就要來給您幾點提醒了 好 其實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 這三天都是非常晴朗的天氣 不過還是要注意 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的 到了禮拜二呢 好 禮拜二這邊會有一波小小的水氣 這個桃園以北地區 跟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是偶有零星的短暫降雨 但是水氣其實不多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到了禮拜三之後呢 天氣就會逐漸轉好 禮拜四之後 全台各地都會恢復 像今天這樣子 感覺春暖花開 還算蠻舒服的天氣形態 天氣趨於穩定 不過還是要注意了 這七天 連續七天 西半部的空氣品質 都是亮紅燈的 所以請西半部 南部的觀眾朋友 就要特別留意了 最後要提醒您的是 各地的溫差都很大 受到輻射冷卷效應的影響 早出晚歸的朋友們 如果是空曠地區的朋友們 您會發現 怎麼早上這麼這麼的冷 如果天還沒亮 就出門工作 或是上班的朋友 就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冷 空曠地區呢 都是只有10度的低溫 所以要請騎車的朋友 跟位在空曠地區的朋友 沿海地區的朋友 都要特別留意 在清晨 這個天還沒有完全亮的時候 低溫這幾天都是只有10度 好 太陽升起之後呢 高溫就會回復到 22到26度的好天氣 以上是這一節 氣象資訊